第二个日主授克 日主授克 他是在五行派里面最重视的一个点 为什么日主授克在五行派 他特别重视这一种 因为日主授克来讲 我们在之前我有讲过 他就像台风 台风的日主就是台风炎 台风炎被打掉的话 整个台风就不见了 所以日主授克 他会导致整个运势停滞掉 好的不会走 你都不在了 那坏运就会更坏 所以日主授克他就会有好的不行 坏的会更坏 来讲 他就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没有日主授克 变成日主授克 这个就不用讲 这一定是坏 这一定是坏 因为我本来没事的 怎么突然的 那日主授克 所以这一种的不用看 他一定是坏 所以 当日主授克的时候 你的好 你的好 他不起作用 那你的坏 你会更加深他的感受 第二种的就是 不要一看到日主授克 完了 我的命就是这样子 本命的日主授克 本命的日主授克 他是 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本来就这样 他本来就这样 所以 他要区分第一种 假如他是没有加重的 就是减轻 或者是贫 或者是脱困都好 他就是减轻的 你不要以为减轻 你不要以为减轻 他就全部都好 不是 他日主脱困了 他地支 就会正常的批论 地支就会正常运作 该破财还是破财 该进财还是会进财 你所讲的就是第一个 火木兰 你价格就是第一个 怎么办 好 所以各位 第二种 就是去加重了 加重了 加重了 那加重的一个情况下 各位 他就会产生的是 地支的好 他感受不到 坏 就一路坏到底 就好得不灵了 好得不灵 坏的 就可 特别 严重 严重太多支了 特坏 你假如是地支的日主受克 我们讲的天干 那地支的日主受克 也是一样 他减轻了 天干的好 就开始运作 那他的地支日主受克 加重了 他天干的 好 不会灵 坏 就会特别特别严重 那日主受克 为什么 会有这种现象 其实 你把日主受克当做 打拳击 或者是跟人家打架 结果日主就是头 日主就头 结果你被人家坑到头 昏倒了 日主受克就是你被人家打到头 昏倒了 那这时候旁边有人就跟你讲 都容易 都容易 你中了一亿 没有 中了一亿 中了一亿 我问你 我昏倒了 我可以听到我中一亿吗 听不到 所以他就是好的 你感受不到 要不要紧 你中了一亿 你感受不到 因为你在昏迷当中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你在昏迷当中 你在昏迷当中 输定 人家 你这时候没有防备 因为你昏迷 人家这时候戳你 你能防备吗 你能防备吗 你不能防备 所以 坏的 他就会怎样 你没有防备的情况 你这时候还被人家扯后腿 那就会更凶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日主受克 日主受克 他的一个状况 好的不灵 坏 特差 原因就在这里 你就把他想做 你晕倒了 人家跟你说 好消息 听不见 但是这时候 可以落井下石 反正你也不 你也不会反抗 坏你两脚再说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就会了解 日主受克 为什么在五行派 非常非常重视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动不动 就会讲日主受克 然后你去看到 我的一个案例里面 时常就是会拿这一种的 日主受克的出来 你就会知道 日主受克 基本上好多问题会出来 所以各位要去了解 日主受克 他的一个状况